我们前面有用过嘛 那多边形部分有个特性就是说 它一定是 它有 比如说 基本上多边形他会问你说 你是要内接还是外切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要选边嘛 所以 这部分的话 第一个我们先画一个圆 那这个圆画出来之后呢 里面有个 多边形 三角形其实也是多边形 因为它是三 三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内接 然后外面有这个外切 是一个正方形 那画完之后的话再把这个圆画出来 那这个圆的话基本上 我们只知道三 我们知道三点 有没有 三点不就可以画个圆了 所以我可以一二三 那这个圆就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外面再给它一个五边形 那画完之后 这边到这边一定是尺寸不正确 所以可以怎么样 比例一下不就好了 所以这一题是多边形加比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画的方式 第一个呢先画个圆 那圆的大小多少 不知道 所以没关系 给它个 给它一个20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画个三角形 三角形部分的话呢 多边形点一下 那接下来问你数量 你就按3Enter 那问你说呢 你是指定中心点呢 还是给我个边 那我们是中心点 因为我们有个圆 所以给它个中心点 再来是什么 内接 然后呢 就往上一拉 中心点 四分点 点一下 就出来了 再来点一下多边形 那我们是4 然后一样是中心点给它 然后是什么 外切 所以点一下外切 那怎么切呢 拉到什么呢 拉到右边的这个四分点 点一下 ok 那要在外面绕一个圆 有几种方式啦 你可以 反正先点一下